今早的AT國股推介 第一隻是渣打2888 簡選原因是 公司第二季的正息差繼續擴闊 加上減息預期不斷推後 緩和了正息差收窄的憂慮 一般來說 加息利好作用有滯後效應 而減息預期不斷延後 預料渣打的正息差 擴闊的趨勢可以延續多一段時間 排泊綜合勸商預測 預期渣打的正息差 起碼在甘明兩年可以持續擴闊 另外內房債務危機 未見對渣打的資產質素有進一步衝擊 高盛早前報告說到 注意到渣打第二季 高風險資產在還款和升級下 減少大約10% 內地商業房地產風險廠口 按規減少4億美元至30億美元 將渣打的目標價由86元上調至90元 另外再加上回購和派息提升等因素 建議投資者不妨在渣打回到70元 買入第一柱 如果有機會見到68元可以加碼 年底前90元 跌穿64元就適宜止虧 第二隻推介港股是北控水務371 內地污水處理龍頭北控水務 上半年純利倍分 今年預測股息率接近9厘 相當吸引 集團會在9月27號除淨 有意收息的投資者要留意吸納自己 北控水務在半年業績當中 宣布派中期息每股是7港先 按年不變 對應中期每股盈利15.31先 派息比率達到46% 北控水務以往派息一向穩定 是不少投資者價收息之選 集團去年全年盈利按年下跌67% 但仍然維持全年派息15.7先不變 反映集團有意維持穩定的派息政策 來回歸股東 今年上半年 北控水務的盈利已達到15.6億元 不單按年增長124% 並且高於去年全年的13億7千萬盈利 隨著今年上半年盈利改善 市場對北控水務全年的業績有信心 根據彭博綜合市場的預期 今年預測的盈利達到26億6千萬 較去年13億7千萬按年倍 而且去到2024年的盈利 仍然每按年上升22% 去到32億5千萬 另外股息亦有望增加 市場預期今年全年派息達到1.6先 按現時股價大約1.8毫一計算 全年派息率達到8.8厘 相當吸引 現時北控水務的股值仍然低 今年的預測市盈率只有6.8倍 加上預期8.8厘的股息支持 增強股價的擴跌能力 投資者如果想近9厘的股息代代平安 可以考慮吸納